新剧《七公主》拍摄得如火如荼 一众演员马不停蹄开工 这天临下威 徐荣 郑子诚就拍摄一场家中打斗戏 微微大叹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心理和生理都大受影响 因为这段时间主景都是我家嘛 然后我的家的戏份基本上就是 这个戏里面最沉重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完成了家里的这一部分之后 可能稍微轻松一点 就是当然也有别的哭的戏 但是就相比这一个景的戏份 就可能稍微可以缓一缓 轻松一点点 相对轻松一点 因为这个感觉就太沉重了 在家里面 因为都是在前一开始的时候嘛 然后家里发生了一些 就是这个戏里面的角色 它发生了一个巨变在家里的东西 维维经常在社交网站发放正能量 大家不要以为她工作时间很轻松 维维自暴连续拍了九天哭戏 令到老公都退避三舍 其实这个今天第九天了吧 九天以来都是情绪比较起伏 都很大 然后如果那今天的戏份是再激烈一点 就是可能会去到崩溃毁坏井啊 她完之后回到家里会不会老公有一点关心你 担心你 她有点怕我 因为我都没有什么表情的 就一般回到家里就是 我都自己回另外一个房间 因为我们现在分开睡嘛 就我怕我的情绪会影响到她 然后她又需要足够的休息 不然我怕会吓到她 因为我的情绪起伏比较大 有时候我晚上回去我还会哭 对所以就算了吧 不要把工作的情绪带给她 我觉得因为我创造角色 我就会很投入 所以我就希望做得更好一点 徐荣眼见拍到微微情绪低落 当然想做点事情哄下对方 不过入了戏的微微变得身人物尽 连徐荣都被骂 她有很多的情绪哭的戏 对有一天她很多天都是这样 有一天我跟她说想说个笑话 给她说等她心情放松一下 整知道我说完笑话 知道她就看着我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可以吗 我要培养情绪这样 对所以我就没有跟她再说笑话了 早两天有些戏是比较轻松的 就在说笑这样 她是很投入那个角色的一个人员 今天我知道你跟紫诚要打的戏份 对 这一次是第二次打了 上一次在餐厅打 这一次在家里打 都是一样 都是搞破坏 跟她有默契吗 有默契了 其实我们不是这一出戏才有默契 我们之前拍了很多出 我们的默契很好的 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对手 很容易沟通 大家有想法就拿出来说就可以了 对 对 对